随着竞选进入倒计时 阿罕布拉市第四区市议员候选人王楠深入社区走访 倾听居民的真实需求 积极败票赢得了众多社区 家庭及房主的广泛支持 他的竞选宣传牌遍布各个街区 王楠希望通过长期关注社区 而无需顾虑派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为阿罕布拉市带来切实的改变 以社区安全交通问题及教育资源为重点 全力为居民谋福利 同时他也呼吁更多华人积极投票 为华人群体选出一位能为社区发声的代表 我是一个妈妈 在这里有两个孩子 我就希望我们的城市更加安全 我非常关注社区安全问题 我自己是一名土木工程师 然后我也有很多市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曾经在市政府工作管理过市政府里面最大的一个部门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ublic Works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经验拿过来 能为我们的社区做一些实事 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 其实市政府对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有很多非常我们社区里面非常实际的问题 我在走街走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听我们的邻居们反应的一些问题 很多是这些交通安全 车开得太快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 能让车能够开慢一点 我这后身后是一所学校 我非常关注学校周围的安全问题 因为我们有很多老人和孩子都住在这里 所以我就希望能拿出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的城市更安全 减少犯罪问题 解决治安问题 解决交通问题 让我们的老人孩子家庭们走在街道上 能够更安全 这些都是我非常关注的社区里面的实际问题 然后我也有自己的经验可以拿过来 真正的为社区服务 不是只是说我要做什么 我有过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这个经验 能够真的为大家做一些实事 然后我也比较关注教育问题 作为一个母亲 我觉得教育下一代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 所以我非常关注教育问题 在学校里面也做很多的义工 在城市里面也做很多的义工 非常希望帮助我们的下一代青少年儿童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应尽的责任 212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